其實去年恆迪他們發放認构證的主要目的是雜誌 所以我認為最近他的主席李孝季 他連番的舉動 物的就是要鼓勵認构證的投資者 行使他們手上的認构證 達到這個雜誌的物地 從短期來說 我認為他的行動對這個振股的股價是有一個正面的影響的 不過除了認构證的投資者也有留意 由於這個行使價還是明顯高於現在 那就等於說這個認构證是在概外 這個投資者實在是沒有這個動機去行使這個認构證 這會是這個主要的風險 另外即使說這個現在高於這個行使價 那這個行使以後這個股價沒有這個人為的因素至其下 很有可能會回落到原版的水平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投資者要考慮的就是 你有沒有信心這個股價呢 會相信到這個認构證 這個行使價的水平 還有你們要不要行使這個認构證 來吧 先來吧 解釋 謝謝 好 來吧 arts